这个是什么 这个 这个是插楼吗 这个是 终于啊终于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枫 那今天呢 我们时隔一个夜 再次归来这一次 大家有没有在下方看到什么 没错 凤王再次刷新 这一次呢 凤王刷新在这个方舟尖塔的下方 哦 你们知道我在这个游戏当中 刷了多久等到了多久吗 总算在雷雨天气之后呢 再次在这个位置看到了凤王 我们时隔一个月 总算看到了凤王 雷雨天气过后呢 现在凤王还没有消失 那现在这个凤王所在的位置 应该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 我们第一时间 哎 等会儿 小拉拉怎么把我的大石球偷走了 没错 之前我已经做出了另外三只大石球 那这边呢 既然我们看到了传说当中的凤王 今天必须把他捉住 那这里我们就不多逼逼 去吧 大石球 啊 啊 K局功能 必捉 等一下 小拉拉小心一些 好的好的好的 我们在这一刻成功捉出凤王 你们可能感觉 为什么这一期开场 就会这么快捉住呢 你们知道我在游戏当中 等待了多久等待了多久吗 啊 哎 这什么 哦 这这只苗花 吓死我 我还以为又刷了一只凤王 没错 在这个位置 啊 我原本只是日常上线 想要去看一下附近 有没有什么常见的东西 没想到 低头看到一只大嘴雀 然后我就 定睛一看 发现它不是大嘴雀 它竟然是凤王 哦 凤王竟然会刷在这种普通的地方 真的是太诡异了 好的好的 那这边我们先把这个大嘴雀放回来 我上期结束之后呢 为了防止之后 会突然遇到新的神兽 所以呢 我在这里 不断的去采集资源 在这边已经是制作出了三个大嘴雀 今天呢 也是随机日常 想要去上线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东西刷新 没想到啊 没想到 直接刷出一只凤王 来 在干嘛 哇 哇 这 阿百舌在 阿百舌在 在喷火吗 哦 它怎么被烧死了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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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我们在这四周再看一下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 说不定呢 对吗 也许呢 诶 胡说书 是吧 它长得好萌诶 诶诶诶 干嘛 诶 切刀龙 哎呦 我去 它偷走了我 两千多块肉 我的天 好吧好吧 那现在的话 我们看一下 诶 既然已经捉住了凤王 必须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对吗 传说当中的一级神兽凤王 出来吧 没错 是凤王 哇 诶 它不能成奇吗 凤王 呃 是有成奇的 来 哇 太帅了 有没有 哈哈 看起来比喷火 火龙 和之前的那个 比叼要帅得多 来 我们加一下点数 哇 凤王果然是神兽啊 它的生命成长值非常的高 来 移速再加一下 然后主要是加一下负重 负重加一下 呃 耐力 我们飞行生物 要加更多的耐力 毕竟是神兽啊 它的成长率 真的是太高了 凤王是可以 在空中飞行的 但是凤王这个移速感觉 有点慢 哇 帅是真的帅 来 移速再加一下 因为它很大 来看一下攻击技能 左键 哦呦 旋风 右键 右键没有 C键 哎 没有技能吗 哎 你在逗我啊 不是 这个游戏当中 我觉得神兽都做的 非常的仓促 哎 你不能给这个神兽 加一些 比较强烈的技能吗 真是的 好了 我们现在就成绩这个凤王 绕倒一周 啊 我觉得 对吧 我们应该 距离上一次 呃 从家门口出来 应该已经过了 有个七八七了吧 反正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家 从我手头 有七个新的精灵球 以及三个大石球 可以看出 我们现在已经捉到了三只神兽 以及七只新的不同的宝可梦 那我们家的位置呢 现在在隔壁小岛之上 我决定 在回家之前 我在看游戏当中 之前有同学私信 给我有一些新的洞穴 那既然这一次 我已经拿到了凤王 凤王的实力 应该是非常强的 我决定 再朝 大概就是前方的这个位置 我们前进去看一下 那里有一片洞穴 洞穴里面看一下有什么 再看一下 这边有一只 几背龙 我们凤王不善水战 看一下几背龙会上来吗 哎呦 又打雷了 每一次打雷 我都觉得有可能会刷出一些奇怪的东西 突然莫名感到很兴奋 进攻 哇去 一把掌直接把几背龙挠死 太强了 好 我们在这边再找找看 再找找看 来 几背龙是吧 凤王冲进 哇 直接秒杀 哇 好强 但是我觉得论神兽的输出 我觉得还是 还是那个什么更强一些 还是 插喷和白喷更强一些 这边点着火的东西 是两只小火龙 一只小火龙 一只火恐龙在这里 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不找他 好 我们这里继续探索 继续探索 说不定呢 我不知道这个模组当中有没有三神术啊 比如说雷 呃 感觉还是蛮阴森的 这种这种这种感觉 这种这种感觉 在打架 我看到了一只长梦 诶 这有一只泥多后 之前有一只梦幻 有只泥多后 确实雷雨天气 感觉上刷的宠物和之前不太一样 作严狼人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当然能不能找到 想要的宠物还得看脸 我喜欢这种天气 真的太好了 感觉太爽了 有没有 你看伴随着雷雨天 去寻找一下 寻找一下 特别是这种山脉 山顶端的一些位置 雨停了 雨停了 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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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说不定呢 会有一些奇怪的东西 雨停了 前面一个 这 这 啊 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 这个是插路吗 这个是 他的全程就有什么来着 我忘记名字 他是一只 这是一只神兽 这是神兽 我去 果然下雨天会有奇怪的东西 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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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 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 插神鹿 这是 会 现运 会攻击 他先干掉 对 对 没错 他是 插神鹿 还有这个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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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哇 120级的 我这里 我这里 有多余的大石球 我直接丢了我 我太漂亮了 去吧 大石球 我今天 我今天出门 已经看了黄历 我直接找到了 两只传说机的宝可梦 nice 继续 出来了 精灵球 我180圈的插神鹿啊 真的假的 我去 我可以回家了 我可以回家了 好的 看来 之前有很多同学 老在弹幕中吐槽我 说我 什么不好好找神兽啊 做的都是一些什么 奇奇怪怪的东西啊 那今天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去 我今天的人品 我插神鹿的 生命值虽然低 但是他的生命 成长真的好高 哇 哈哈 我们可以呈起了插神鹿 直接回家了 这个 这个 我觉得应该很多同学 都没有见过 因为我记得他应该是在 宝可梦后面几座吧 应该是太阳月亮那一座 还是哪一座来着 就是出的很晚 算是一只很晚的神兽 看一下他技能 昨天进攻 哎呦 右键 哎呦 C键 他好萌啊 他这个攻击方式 回 顶 来 有只豹子 进攻 进攻 我直接打飞 好帅气 来来来 先给他增加 他进展伤害 还有他的耐力 走啦 插神兽 进攻 哇 这个老虎直接跑掉了 他直接跳牙 是几个意思 哇 真的太帅了 有没有啊 走 我们现在可以骑着 插神兽 在树林当中 随意的纵红了 我去 我去 直接打飞 哇 这个伤害 我太强了 今天到底是 做了多少好事 才会出门 遇到这么多神兽 走走走走 而且这个位置呢 我感觉 离我家的位置 其实已经不远了 我们甚至可以骑着 插神兽 直接回家 哎呦 又有奇怪的BGM 但我现在 之前做了三个 这个 大石球 我现在还有一个大石球 也就是说 我现在还是可以再捉一只 奇怪的生物的 有些时候感觉很难说啊 说不定呢 而且隔壁就是一个大火山 我决定 之后去火山 再一探究竟 毕竟火山当中 找到过非常多传说生物 好了 那本期时况就先在这里结束了 下一期大家想让我去哪里呢 也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下一期 我们继续我们的外出搜刮这里 嗯 大家 拜拜